本土最前線的節目主持 張嘉賢 法國佬 逢星期五晚由我負責的本土最前線 將會恆常接受大家的封嚴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打電話來 和我法國佬一起論盡天下事 電話是244040800 電話是2440400800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坐在父親的房間 電話是一段時間 他和我一起生活在香港 安全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你和爸爸离开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欢迎邀请到一个华瑞导演 為何會聘請到這位嘉賓呢? 因為我們有一兩個星期前 我們有看了一套很特別的獨立電影 叫《Reunion Vacation》 我很有幸上星期 去了Pasadena Public Library 見到這位導演 所以今天邀請他上來做一個很特別的專訪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位導演 他叫Alvin Jun 先跟大家說聲嗨 Hello 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九歲來了美國 他也是在洛杉磯生活的 直至11年前 他在紐約那邊 就開始發展他的事業 他本身是U.C.Sandy的畢業 所以他跟西人溝通比較多 但他的中文大家要原諒一下 因為他可能有時會差一點 但如果真的不小心說 他用了一大堆英文 會發展一些範圍給大家看 所以不需要大家擔心 不過他的廣東話其實都不錯 所以他盡量都會在這個節目 這個方面 嘗試用多些廣東話跟大家溝通 很恭喜你 你的電影在香港 在東南亞都得到獎 而且在我們L.A.西岸和東岸都 不停有很多放映會 我想和大家聊一下 大概你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Hello 我是Reinvacation的導演 Alvin Sang 我1985年就在香港來美國 1994年就讀大學 1994年至98年讀大學 在U.C.Sandy的畢業 然後就回到洛杉磯 住了兩三年 然後就十一年前去了紐約住 其實導演的中文都不錯 對 都不是 絕對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就訪問一下你 我上個星期都有去看到 你這套Mine Unification 裡面都給了我們很多反思 或者很多問題 因為之前阿Sunny都有去看過你的電影 我們也在天下戰警裡 都做了一些關於海外移民的問題 我相信你也有看 其實在這個Movie裡面 其實我有些問題 都很想和你問一下 想和大家share 其實在裡面 我看到你媽媽和你一段訪問 她很剖析她自己的個人觀感 以及一些很個人看你子女的情況 其實在這個情況裡面 你怎樣想你媽媽 你覺得她有沒有影響你們呢 當然有 有 有 覺得她 我們 在她家裡的時候 她有影響過我們 怎樣影響 影響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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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她 在你的電影裡面 我覺得她屬於第一代移民過來的 她都很堅毅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機會看到這個Movie 其實她媽媽是第一代移民潮過來的 但是生活不算富庶那些 都是要很艱難的 很艱鉅 不是一些很容易 說有大筆錢過來 她裡面都說到 她過來真的沒有錢 她的生活和她的日常 給你們的人生觀 那個Light 怎樣影響到你們三兄弟姊妹呢 我們是很窮的 我們窮 他們要做工 要找工作做 我們是很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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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要找我們小朋友一起幫忙做事 都影響到這樣 有 叫做什麼 那句叫做 有 有得吃就一起吃 有得受苦就一起受苦 都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在這套電影裡面 最主要有一個問題的核心 就是源於這套電影產生 是因為親生父母有離異的 其實有一件很諷刺的事情 當你來到6級那天 就是你爸爸媽媽離婚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是很諷刺 其實都很相感 不說你了 你哥哥和你妹妹 怎麼看你爸爸媽媽這段婚姻呢 他有沒有特別刻意和你們 三兄妹談過 怎麼看對 不對 媽媽錯 還是爸爸錯 有沒有三兄妹自己都有說過呢 我和我妹妹 沒有怎樣跟我哥哥說的 是 就是我們 我和我妹妹 就是我和我哥哥呢 的關係已經距離了 因為 我已經 就是我在L.A.畢業去 去Sandy A 讀書呢 我就 就是跟我哥哥呢 那個關係是距離了 然後我妹妹就跟著我去Sandy A 我們就一起住 住了幾年 就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period 我們六年 就一起住 又 煮菜 就是 認識到大家 就是 外面的關係 就是 我和我妹妹的關係就很好 那 就是 我的妹妹 她就會 講很多關於家庭的事情 因為她是讀 Human Development 就是Psychology 那她就 她就 從那個 經驗 那個Study 就會 有些 就是 她有些 好像 外面的 第二 第三者 對 第三者 去看 家庭 那 就 我拍 我妹妹的 interview的時候 她就 給我那個 perspective 就是 為什麼 因為我的 問題是 為什麼媽媽和爸爸 會離婚的 就是 為什麼我媽媽 是 為什麼我媽媽 是要分手的 那我就 這個 答案 我不知道 我想 然後我就拍我媽媽 我想 我想訪問她 不過我媽媽就 真的 不想說 不想說 因為是 過去了 很久以前 她就 不想說 終於 都沒有說 然後 我想 找個答案 我就 終於 找我妹妹 來 我問她 為什麼 她 她 跟我媽媽 聊天 很多時候 她有溝通 她就 我問我妹妹 上鏡頭 看她 問她 為什麼 我妹妹 她就會 解釋給我聽 就是我媽媽的 perspective 因為 我們在 你的電影 裡面 其實 很老實 可能是 你當時 在場景 但是 在我們 從你的電影 裡面 其實我們都不難明白 你媽媽 離婚的原因 因為 通常都可能是一個 因為 裡面都提及到 你媽媽當初 嫁給你親生爸爸的時候 都不全有太喜歡你爸爸 這個我都可以從裡面 感受到 其實 舊式那套 有時候 結婚 婚姻都可能 不存在有感情 不同 現在我們新一代 你沒有感情 或者怎樣要結婚 我們都可能從旁 做觀眾都不難理解到 看到你的拍攝過程 都感覺到 雖然你媽媽最後沒有說出口 但其實我們都不難明白到 中間的問題 在這個故事裡面 因為 你是曾經 reunification 但問題裡面 你主要的核心 就是 因為 是你爸爸媽媽 離婚的影響 所以才會產生 這個movie 但有一個 uncle 即是你的繼父 那你怎樣看 他的角色 在你們的生活裡面 有沒有影響到你們 你的繼父 你怎樣看 有 好 因為他也是 我們個個都窮的 媽媽 爸爸 stepfather 也是窮 就是 又不是很多 education 那他們就要 要找個方法 來 支援 支援 你 支援 我 那時候 我記得 他的 mood 很 up and down 怎麼看呢 他 mood up and down 因為 很多壓力 讓我們 做工 又要做工 還有自己 去馬場 那 就 賭錢 那 有時候 他會回來 家裏 就會 不小心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小孩子 見到他回來 就 有時候 他的 mood 又high 又low 贏錢就開心 輸錢就不開心 不開心 那就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 Grow up 那時候 就 就好像 整天 walking on eggshell 那樣 有壓力 有壓力 不知道他的 mood 是怎樣 回來 那 我們的 childhood 過了很多年 然後 大學 去了大學 大學之後 然後才開始process 就是 認識了 那個 mentor 就是 有個 大年紀人 可以 教我 怎樣 就是 幫我分析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就是 了解 那個 history 那 其實 你的 stepfather 即是他 在座你的媽媽 面對著三個小孩 他都叫做 我在電影裡面 他都很盡力去照顧你們 即是他沒有再有自己的親生小孩 他當你們三個都好像親生那樣去照顧 你們三個都很respect他的 那 變相了跟你親生爸爸的relationship 你們三個會不會有分別 或者會 沒有那麼親 或者會有疏離一點呢 以你們三個的情況 沒有 不是我爸爸 永遠都是我爸爸 即是他很偉得我們 他 就是 他是很practical的人 那 他 他賺一仙 他就會儲一仙 那 就是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他自己不出去玩 他 就是 save money 即是 如果有什麼 incase 有什麼發生 他可以 就是 綁住我們 他 我們 他賺很少錢 即是 就是minimum wage 那時候 那時候 不過他又存到錢 然後 舊式的人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然後 就是我們三個 我們 去大學 即是讀完大學 有 要借錢的 即是loan 那些loan 一 一讀完大學 那麼 那些loan 我們的爸爸 就會幫我們 pay off 哇 很厲害 然後 我們自己賺 即是自己找到一份工 就會慢慢 給他 嗯 即是 即是 bypass 就是bypass 然後 自己 如果誰需要 要一輛車 那他就會買 買一輛車 他沒有東西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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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三兄妹對親三爸爸 都 感情都 沒有特別疏離 沒有 很好的 他很疼我們 因為 我想 我覺得 即是 他知道 我們三個 在媽媽 和 stepfather 那裡住在 我們都很艱難 那麼 他就 他就 就 他就 因為 也不是 給我媽媽 因為 那裡是一個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事呢 因為 一個 factor 是我爸爸給少 child support 因為他給不到 child support 那他就 我想 這是他的方法 即是 幫我們 儲存 原來我們長大了 需要什麼 他會給我們 因為 在裡面的故事裡 我都看到 起初的時間 你爸爸媽媽 也算去探 寶寶 也在前後腳 現在的關係 還會不會這樣 還是會一起見面 會不會怎樣 還是會 還是會前後腳 因為你爸爸不想見到你媽媽 你媽媽又不想見到爸爸 還是會這樣 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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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些很 subtle的東西 現在可以 開放一點 就好像 所以我爸爸 一陣子 給我一些蝦米 他在越南買的 然後我帶回去 給媽媽 我說 這蝦米在越南買的 我媽媽 他聽到 他已經知道 是我爸爸買的 因為 說是在越南 而且他包裝很特別 我爸爸喜歡 放一些蝦米 不是在一個袋子 他喜歡放在一個 空瓶 就是用一個空瓶 不過是用一個空瓶 只是用一個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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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給我媽媽 我說 這是越南買 她說 她心裡已經知道 我覺得 這是很 subtle的溝通 我想問一下 你爸爸媽媽 最初 還沒過來美國的時候 為什麼決定過來 想移民過來美國 到今時今日 這麼多年後 他們感覺到 這個 是否一個正確的決定 我爸爸 我想因為他在越南過來 是 他近時 一九六幾年 在越南過來 去香港 他十七歲 那時候 十六、十七歲 他過了去 他沒有爸爸媽媽在那裡 他小小過 是靠自己 靠自己 靠自己 他逃到越南 因為想 因為 那時候 打仗 打仗 之前 中美難民 打仗之前 OK 他全部的姐姐 拿了一大筆錢出來 然後叫他過去 他就過去了 我想那時候 已經有個 attitude 在說 怕共產黨 去到香港的時候 九七年來 他都會 我想這也是個 factor 不過第二個 factor 是美國的 opportunity 多很多 1982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 plan 就是過來 落產機 當時你媽媽 是否有同一個想法 就是 爸爸媽媽都是說 OK 過來美國 是比較好些 我媽媽她是很 easy going的 因為她是 在一個 她在香港出生 還有她有很大的 family 那她就 就 就 好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主動 就是 說要做什麼 就是她 我爸爸 話事 就是 我媽媽她是很 easy going 她沒有什麼想法 她沒有什麼想法 她已經很 happy 在香港 她有很多朋友 她有全家在那裏 那她就 就是跟了我爸爸的 plan 那現在 那麼多年之後 他們 有沒有問回他們的感覺 怎樣呢 那 我想 都 有些 regret 的 我想回 我想回 我媽媽也有些 regret 哦 是 OK 因為來到這裏 又什麼人都不認識 很多 很多 第一代的移民 我都說過 語言上面很大的障礙 尤其是 外來的時候 更加壞人的發展 不是那麼多 很多時候 以英語為主 他們的生活是艱難的 所以 第一代的移民潮利的人 是 艱辛過今時今日 你看 我們現在周圍環境 你見過很多壞人的超級市場 我都想說 你現在電話公司 電力公司都有中文 以前沒有的 之后一句中文都沒有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生存 是更加艱難過我們的 更加我們今日時今日 說回這些事 其實 在電影裡面 在你的眼中 你怎樣看回 你們first generation來的問題 跟今時今日的移民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分別 以你的眼光去看 對 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 是 economic 就是 現在移民 現在有人 有人移民過來 他們 又是好像我們沒有錢的 不過有些有很多錢過來 是的 我想現在多過近時 就是很多在大陸過來 真的很多錢過來 真的很多錢過來 又買屋 又行 如果全家可以過來一齊就好 不過我知道有些 有些 爸爸媽媽在大陸 因為在台灣 小孩子過來 我覺得 對小孩子就慘一點 即使他們有錢 不過他們沒有了家庭的 connection 爸爸媽媽的階居 很重要 在你的電影裡面 你爸爸媽媽都是一個 你媽媽先 你爸爸後期來的 今時今日 我們屬於所說的太空人 其實今時今日都有 其實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都認識過 其實這種情況 不外乎 你在年紀三十年前 和現在都經常發生 其實你在這個故事裡面 在你自己故事裡面 你有沒有一些說話 想勸勉給我們的觀眾 或者一些家庭的人 有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勸勉 或者建議 你想有些事情 想跟他們說 我覺得最重要 是 是 for parents for parents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children 即是 是很重要 因為是 family time 即是 family becomes before money 我覺得是最重要 不是掛著做錢 掛著賺錢 掛著賺錢 不理小孩 好像現在很多移民過來 爸爸媽媽都回去了 但是只有小孩在讀書 很慘 這個情況 跟以前和現在 正如我在節目裡都說過 其實都沒有分別過 這次不停在發生 導演都勸勸我們的觀眾 觀眾或者我們的朋友 都多些 著重在自己父母親 身為自己父母 都要著重在小孩的溝通方面 如果不是 問題就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都說過 不是單止以前 現在基本上 問題一樣存在 全代都沒有變過 我都希望大家 由我們的華裔導演 拍這套電影出來 從而大家都可以有機會看到 重新感受一下 父母親或者這些問題 即是發生在你身邊 你們都希望能夠引以為 一個警惕 和一個 一個借鏡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電影 因為我看完之後 也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就是 我們面對我們 今次我都可以做爸爸媽媽 我自己都是 面對著我的小孩 我們都會 就算我不是大空人 我都有一個反思 是不是我們都會 多些和小孩溝通 不外乎是移民 因為尤其新移民來到 那個艱難 是更加厲害 我之前有節目 也有說過 他們自身的language 要生活 已經從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 重新去適應 要求生 變成對小孩的照顧 可能又疏忽 又會不夠 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叫做好彩 又不知叫做好彩 但你的Stepfather 願意拿起你們 這麼多的責任 其實在這種狀況 其實在這裡又不常見 我覺得在你們有離婚的不幸中 也有大小小幸運 在現在你拍完這部影片 你會感覺到 今時今日的移民潮 你覺得會不會有人 我們經常都說 會不會有後悔 你覺得怎麼看他們 今時今日的移民潮 你都覺得媽媽都有些 因為咬得辛苦 都要回頭 你覺得 因為我都會在節目講過 有很多人好像柳翠德說 做得這麼辛苦 搞得這麼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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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什麼看法 對這件事 這些人會不會有 regret 你怎麼看呢 我爸爸媽媽 他們 我想他們都有自己的 regret 不過他們 都是一個 sacrifice 對他們來說 就是帶我們來美國 我們三個讀到大學 運到工作 就是他們的 sacrifice 我們真的都 我和我妹妹都會說 我都很感謝他們 現在是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是要 要 要孝順多些 這樣 對 那就是很應該 即使我們小時候 都是 出了力 出來做事 不過現在都 即是 現在我們長大了 學了一些道理 學了一些道理 認識了一些大年紀的人 可以 教我們 怎樣做人 即是我爸爸 我們爸爸媽媽 他們 教不了我們 一些東西 即是我們 pick up 了 在別的地方 在別的地方 現在可以 孝順 不過呢 又要做 做一個大人 即不是做回小孩 現在我們已經長大了 即是 即是 有時候爸爸媽媽 都會想 一些東西 都會覺得是 不對的 我們都會 都會 voice 我們的 opinion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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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 溝通 很重要 大了 即是溝通 現在我們不是小孩 即是 溝通好像大人 是的 在裡面 那個電影裡面 有些很有趣 他爸爸 曾經看過照片 他61歲之後 會有新的戀情 你爸爸 今年多大? 他70 他61歲之後 有沒有再找回 另一個老婆呢? 他認識了一個 不過沒有留待 沒有留待 他61歲 他回到越南 住了幾年 周圍在越南都住 找到一個 都趁 不過 沒有留待 各體上腦都說得準 不過 後面那些 就 各體上腦 十年八載 都沒有欺騙你爸爸 都找到 不過不長久 就是國安天命 你現在 還有沒有新的計劃 有沒有新的計劃 你知道空旅行 你想起空旅行 多數是在太空 就是想去Mars 都 一套戲都會有這個 aspect 不過我想 把空旅行回到地上 就是 關於 在地球那裡 我們都是空旅行 我們 做什麼 我們都是空旅行 駕車 自己 逛街 都是 空旅行 那我就想 那個 idea 是 想 go back to 地球 go back to mother earth go in peace no matter what you do go in peace 不要 就是 我想是 就是 跟回近時 中國的 philosophy 你做什麼都好 都是 go go do things peacefully 不要說 逼自己做 做 做事 這個 society 很多時候 它是 教你 要 為了錢 你要逼自己做很多 事情 你是不想做的 那我就想 就是 in a way 回到它的 道 就是 做什麼都好 不要 不要 自己 自己 有些 dignity 不要說 為了錢 就是怕 找不到錢 怕 找到career 要 要 逼自己做 嗯 這個 這個 project 如何 完成 你 現在都做了幾年 不過是 不是太專注 那我就 今年呢 我就 就 想了幾個 就是會 interview幾個人 一個是我的 mentor 那 就會 interview幾個人 是 問他 這個問題 就是 關於 關於 怎樣 怎樣 可以在 society 是 be at peace 嗯 再說回 這套 movie 有一個 就是 我一直都說 你那裡是獨立電影 我想你跟觀眾解釋一下 其實 你們做這類型的電影 和我們經常看的movie 其實分別在哪裡 因為我看你好像花很多年去做一套 你的 預算會有限 其實你們是怎樣去發展這種movie 這種documentary 這種 就是獨立電影 我覺得是 好 是 在心裏面出來的 拍出來的 不是說 就是好像你 Hollywood 香港 那些電影 就是 entertainment 不是在心裏面出來 是多數是在 荷包出來的 嗯 就是去想過 找 賺 有沒有錢賺 賺 賺什麼 商業成分 多些 令到 viewers 會出 賣票 買票 那就是獨立電影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因為是在心裏面出來的 是 這種expression 是 很personal 可以做了很多年 還有 我這套電影是很organic 怎樣會17年才做完 這個process是很organic 是一種藝術 即是 就算是想逼 都逼不出來的 要逼出來 做得不好 那我就 不是用商業的角度去出發 不是用商業的角度 對 純粹是以自己個人的觀點和時間去出發 沒有一條線是何時一定要拍完 總之靈感到就會出去拍一下 對 還有 拍攝的時候 剪接那些 就是用商業的功能 因為我去大學是讀 讀 film making 都會用一些商業的tools 例如 narration 就是有很多 類似的 類似的 有很多 類似的 技術 對 我們現在 今天錄影的時候 明天會去 Kell State Fullerton 會找到 再一個奉影會 之後 你會回去東岸那邊 對嗎 對 除了跟你買這套 movie 去看之外 有沒有方法再看到 Reunification 這個movie 你可以上網 網站是 www.reunificationthemovie.com 那你在裡面 你就會見到 有得買的 information 以及 de-screening information 什麼時候會再放 那我就會 回到東岸 就會在 四間 圖書館那裡放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那裡放 那我就會 打算 回來 洛杉基 我們都很期待 你再回來 我自己就買了 這支碟 大家觀眾 如果有興趣 上去他的網站 可以看這套 這麼有誠意的movie 因為我覺得 別於商業的影片 這個獨立電影 加上是自己華裔的導演拍 我覺得大家應該多支持 去看一下 這個movie裡面 所帶給你們的訊息 和價值 我想不是平時我們看 普通電影可以有的一個方向 和感觸 今天我們很多謝 導演Alvin在這裏 謝謝你們 謝謝 希望再見到導演 帶一個新的項目 或者他有機會 和大家一起聊天 分享 我們有機會再見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